好啊 淋雨已经你可算回来了 快快快 照亮 你赶紧劝劝她 这件事只有你能感同身受了 她怎么和男朋友分手了 她男朋友还劈腿为一个学姐 不止这样 而且你们两个 还拿到了同样的渣男剧本 她前男友高中跟她也是同桌 现在也是同家 小蘑菇 好 你别难过了 要不我说你一句话 你一定要原谅男人 不然会变得无心 尤其是这种时候 我们女孩子越得自爱自强 你说是不是 淋雨姐 对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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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同桌 跟你商量个事呗 你叫什么 男朋友 说吧 女朋友 咱们俩恋爱的事 能不能先别公开啊 我室友刚失联 哭得特别伤心 我怕说出来会刺激她 不是 你说 这这 这个不官宣的意思 是不是就 不能牵手 不能 也不是 就是在学校 不能光明正大的 但是私下都没事 你不说话 我当你默认了 不是 那这 总得有个期限吧 不能运这样啊 不会的 她就是刚失恋 过一阵就好了 到时候我们再官宣 放心吧 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拜拜 你星期三怎么没排课呀 准备休息一点 能休息就好了 我爸给我找了个律所去实习 说什么理论要结合实践 我每周要抽出一天空去打卡上班 天哪 我们才大一 你要不要这么拼啊 我也不想去 可是我爸非得让我去 那我就去了 就当你打工装要快吧 你呢 可选好吧 还没有 反正时间还多 我得先把我重要的事情给搞完 你真的要把文文的事发上网啊 当然了 文文回家的时候 我已经经过他的统一了 我就是要在网上曝光这些渣男的套路 让姐妹们以后都能擦亮眼睛免受土 这不太好吧 万一事儿闹大了怎么办 放心吧 我这里用的都是化名 回头呢 我再跟林玉京取取经 加点审券的料进去 这样就根本没有人知道我在写谁了 林玉京怎么还不回来啊 她最近老不在宿舍 没有灵感 这环境也太重要了 我这第一次干正事 干出一种偷心摸狗的感觉 学校图书馆还挺好的 要不咱回去 别 咱们现在还是地下练阶段 就在这儿吧 四传四传 你选这么快 盲选啊 没有啊 我都扫了一遍 那公开课选什么呀 不行 随你 随我 那我可要选茶花 茶艺 珠宝奸赏啊 你真选啊 你不再考虑考虑 没事儿 我都能选啊 我都能选啊 还有设计呢 我想试试 你之前不是学过设计吗 你要不要试试 陆文 我选篮球了 篮球也挺适合你 这烟味挺大的 要不然咱先试试 嗯 不想的 你别想的 不想的 你别想的 你不想的 你不想的 我来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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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